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最近我国首部抗议题材电视剧最美内行者正在热播 该剧反映的正是武汉封城前后发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的故事 均有真实故事改编 仿佛让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一段艰难的时刻 最美内行者当中 肖战出演幸福社区片的小青年蔡丁 是一个非常真实而要平凡的小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一言一行 在肖战的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场无销烟的战争当中 蔡丁发挥着青年人特殊的用处 找到微商帮助社区中的人们 下单买菜好暖心 和妈妈斗嘴的模样也是演得好真实的 甚至看到他和妈妈的对话和邻居的对话 好像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样 那么自然而且真情的流露 最美内行者播出之后 受视率一直都很高 特别是昨天幸福社区片的播出 创下了近几天最高的热度 酷云1.5224% 酷云1.5224% 微博热搜最美内行者之幸福社区 蔡丁和妈妈斗嘴 肖战以及相关的词条还登上了多国热搜 其中蔡丁词条新加坡趋势热搜榜是第7名 菲律宾趋势第23名 墨西哥第5名 马来西亚第29名 肖战词条墨西哥趋势第7名 秘鲁第10名 除此之外呢 这些热子还登上了俄罗斯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最美内行者真可谓是火遍全球 南至东南亚 北至俄罗斯 西至美国可谓是一部时久的良心好剧 另外肖战的出演也带火了蔡丁妈妈 幸福社区当中 饰演蔡丁妈妈的饰演员王岚 据播出之后呢 不少的少女粉丝 突然跑到王岚的微博留言 称王岚为婆婆 王岚老师也在评论区当中 趣味回复了儿媳妇们 很高兴说 有这么多的儿媳 这得先去盘算一下彩礼了 王岚老师也是太幽默了 她扮演的蔡丁妈妈 虽然镜头不多 但是还是承包了网友的笑点 在那焦虑不堪 而又人心惶惶日子里面 让观众看到了 生活就是酸甜苦辣咸 王岚一直以来拍的戏也很多 但是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 没有想到 这次和肖战合作 给她带来流量 据悉在最美内行者拍摄期间 正是肖战保守黑子们 攻击最强烈的时候 肖战参加该剧的拍摄呢 也都是在很小心的情况之下完成的 即使如此 肖战参加该剧的风声 还是被知道了 而那些黑粉知道之后呢 纷纷跑到该剧导演 郭静宇的账号之下 开始攻击导演 启用肖战 表示坚决抵制肖战出演该剧 肖战得知消息之后呢 主动联系了郭静宇 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并且表示 因为自己给剧组带来的困扰 表示了真诚道歉 但是剧组顶着巨大的压力 坚持让肖战继续拍摄 并且尽力保护好肖战 如今肖战能够同时登上 多个国家的热搜 又获得了那么多人的喜爱和支持 这无疑是对那些黑粉最有利的回击 证明了自己 也证明了郭静宇导演选人没有错 这一剧与肖战自身的人格魅力 是分不开的 这不仅是把我们的民族精神 和传统美德作为一种文化输出 同样呢也是一种 让海外的粉丝们 坚持到我们国人的团结 一心积极温暖向上的这份力量 这样的肖战 这样的电视剧 才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意义 才能够让我们从中 学到很多好的东西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